这个时间你在做什么 你还记得去年的今天你在做什么吗 当你尊重时间才发现 这12个数字才是今年最遥远的区域 每次和马里一起游走台湾都觉得时间飞快 在这里你和我有着不同的经历 不同的背景 甚至是不同的环境 我们遇见在这里 融入你我的时间 交换了这种经历 我觉得当你真实地去与当地人和事物产生沟通 看到不同的阶级 听到机车的声音 甚至是路过很多不一样的夜市 这都是一种很美好的融入 或者说是融合 这样的瞬间会存到记忆里 到你感受到听到相同常见的时候会立刻拉回到那时候 带来时间和空间的转化 就是我喜欢那种游走的感觉 去到每个地方把它的时间凝固记录 客户时间带给我们的不安全感 不管时间代表什么 你所经历的就是现在所经历 我认为所有的美好都是不期而遇 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收集了一个嘈杂纷争的世界 和我的台湾一听 一起看 好漂亮哦 一起闻 一起回味 一起感受 这也许 就是我正在做的 用时间证明 一个真实的台湾 一个真实的世界 感谢